梁朝偉獲班第27屆 釜山國際電影節亞洲電影人獎 5號他抵達韓國 在開幕紅毯上造成旋風 還沒搶著報導就為超級天王來襲 六號一早梁朝偉出席記者會 在現場同樣受到熱烈歡迎 面對媒體的提問他也透露 其實昨天在紅毯上見到大家很緊張 因為很久沒有出席過那麼隆重的場合 所以我每次上台都會很緊張的 我覺得我從第一次來福山電影節 就已經感受到那種熱情 那個時候在一個巷子裡面有一個舞台 我記得第一次是我下來走進去電影院那段路 雖然是很短 但是我差一點血也脫了 掉掉了 所以我從那一次就開始感受到 印象深刻 在我演藝 這次是很久以前 其實我最 我沒有特別有想過 要嘗試一些什麼角色 但是我就希望 演一些我自己以前沒有演過的 還有 我是很希望再 因為我不知為何我最近很想重新再拍電視劇 因為我自己是在電視台那裏開始我的表演工作 最初是由電視劇開始 我覺得作為現在這個階段 我很想嘗試一下再去重新做一次電視劇 不知這個感覺是怎樣 還有我覺得在一直以來 如果由我出道 在電視劇出道就追蹤我的觀眾 我相信他們都可能會很有興趣想看我再做電視劇 在電視劇裡面很少人找我做一些反派的角色 其實我又有想過做連環殺手 其實我 我其實一直都很欣賞 蘇康浩和朱導演 很希望有機會可以和他們拍到一部電影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有多些機會來韓國 和韓國的觀眾見面